好 大家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彈簧的自然長度的地方設為原點 然後呢 現在這個物體在原點上方A的地方釋放 釋放以後他問 這物體在什麼地方合力同理 什麼時候這個物體合力會同理 這物體受了幾個例 受了彈簧的張力 如果你往上的話 彈簧就往下支撐 如果你往下的話 彈簧張力就往上 他受了一個彈簧的張力 他還有什麼 他有重力 因為重力是往下 重力是往下 所以彈簧的張力一定要往上的時候 合力才會同理 所以這個物體的話 一定要在彈簧的下方某個距離 這距離我叫X 這距離是X的時候的話 彈簧的張力是KX 他跟那個MG要抵消 所以他滿足什麼呢 滿足KX等於MG 也就是說 有個詞 就是在原點的下方多遠處 原點下方KX的MG處 彈簧的受力彈簧 做法 進行